大樓磁磚一大塊從七樓往下掉 當場砸中停在一樓的轎車 而擋風玻璃整個凹陷 裂成蜘蛛網狀 還破一個大洞 磁磚的碎片還留在引擎蓋上 人行道上也可以看到磁磚 而往駕駛座內一看 擋風玻璃塌陷 可見當時衝擊力道之大 還好人不在車上 路上也沒有人經過 大概差不多六點左右 我突然聽到有聲音 以為是說打雷 結果聽一聽好像聲音不太對 才下來查看說 原來是樓上水泥掉下來砸中我的車子 案發現場已經用塑膠繩圍了起來 貼上告示牌提醒用路人要小心 案發在20號下午六點多 基隆安樂區一處集合住宅 磁磚從外牆脫落 只不過同一天新北才發生 冷氣從大樓掉落 砸死一名政大女學生 沒想到基隆發生 大樓磁磚掉下來 還砸破擋風玻璃 如果你剛好經過被砸到 就出人命了 你看看這樣子就無預警的 只是經過而已 就這樣子 幫忙的時候吃飯時間 拿著大樓的 驚奇奇怪是什麼經驗 對啊 因為好理教材沒牽到人 這是好理教材的 確實他可能每一棟都有這個設計 所以就會做一次的全部的去查看看 就是說如果說確實都有安全上的疑慮的話 當然是會建議委員會這邊把它先敲掉 社區總幹事說會請車主先顧駕之後 再跟管委會討論後續的賠償問題 也會盡快檢視大樓的外牆 希望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因為可能沒關 可能是啦